今天涛哥继续来解说日本恐怖电影《学校怪谈4》 没看过前三部的可以关注涛哥的主页查看 好了,本篇是《学校怪谈》系列的最后一部 以《桌迷藏》为主线进行展开 故事呢,发生在一座海滨角镇 许多年前,这里的小学建在大海边 这天五个孩子在学校里玩桌迷藏 其中男生阿信负责捉 剩下的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则负责藏 然而等四人全部藏好后 镇上的事情终身突然响了 于是阿信连忙喊他们快点出来 然后飞快地跑走了 可是四个孩子虽然觉得不太对劲 但又怕被阿信找到 所以忍着没有出来 片刻后,不远处升起了一道巨大的水墙 就这样,海啸摧毁了整个学校 画面一转,时间来到了现在 这天阿恒和迷惠兄妹俩抵达了这座海滨角镇 准备到省省的家度假 然而刚来的第一天 他们便赶上了一场罕见的大台风 随后唐杰小布告诉两人 这也许是幽灵在作怪 因为快到渔兰盆结了 大海里的亡灵会成浪归来 第二天,小布带阿恒和迷惠去海边玩耍 这时戴眼镜的男生周智 在石头下发现了一个背包 结果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全是小螃蟹 并且其中一只螃蟹的壳上 还长着一张怪脸 活脱脱的是只人面蟹 见状周智立刻就把背包扔回了海里 最后小布又带着阿恒和迷惠 去参观了镇上的小学 并告诉两人 学校以前是见在海边的 后来却被海啸给移平了 并且还淹死了几个学生 因此重建学校时 便选择了远离大海的地方 这时阿恒在照片墙上 看到那几个玩捉迷藏的孩子的合影 下一秒 他又听见走廊似乎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紧接着阿恒再次望向合影时 发现其中那个女孩伸出手指向了他 但等阿恒离开后 照片又恢复了正常 过了一会儿 周智到家后 发现那个背包竟然放在地上 于是他回到海边 再次将背包丢进了海里 并用球棒捅了捅 没想到下一秒 忽然有什么东西抓住了球棒 将他拽了下去 随后海面下出现了一个小男孩的身影 然后将周智拖进了海里 与此同时 周智的三个小伙伴 伦平 公一 阿诺 正在向海边的四尊人像扔石头玩 谁知阿诺不慎砸掉了其中一尊人像的鼻子 到了晚上 阿诺骑车时 缺了鼻子的人像 突然出现在了路中央 并流下了血泪 紧接着 又有一个小男孩从海中缓缓的升起 死死的盯着阿诺 见状阿诺非常的害怕 连忙找到了伦平和公一 将此事告诉了他们 但两人并不相信 转身就想离去 正在这时 一旁废弃的铁轨上 突然驶来了一列火车 而等列车经过后 伦平和公一发现 阿若已经被带上了车 并且抓走他的那两个小男孩 一个是刚才盯着阿诺的 另一个则是下午带走周智的 可以看出 他们就是当年玩捉迷藏石 负责藏的那两个男生 与此同时 大家发现周智不见了 急得到处去找 但一无所获 在此期间 迷惠偶遇了一位老爷爷 他自称是文具店的店主 不过两人没聊几句 老爷爷便自行离开了 而夜里阿恒睡不着 起来上厕所 却听见了一阵异响 于是他寻声找去 没想到竟然陷入了幻境中 来到了多年前的海边小学 随后一扇柜门 在阿恒的面前缓缓地打开 其实里面正是当年 负责藏的那两个女生 不过阿恒还没有看见 他们的样子 便吓得转身逃走了 就这样回到了现实 第二天 众人在游泳池里 讨论起了周智和阿诺的失踪 猜测是幽灵在作怪 门言阿恒若有所思 正在这时 一个女生突然尖叫了起来 说有人在拉他的脚 紧接着游泳池里 竟然扶上了一只皮鞋 显得非常的古怪 随后 迷惠在回家的路上 再次碰到了 经营文具店的老爷爷 言谈间 老爷爷告诉迷惠 自己正在海边 等儿时的完蛋 与此同时 周智竟然从海里爬了上来 自己回了家 于是小布和好友 须梅子以及伦平 公医一起去周智的家里看他 而据周智透露 自己到了一所很旧的学校 在那里玩捉迷藏 并且他被强迫负责捉 后来实在受不了了 就逃了回来 随后周智的妈妈 端进来六杯饮料 但房间里 总共只有五个孩子 现状周智的妈妈 有点疑惑 刚刚明明有个抱着娃娃的 小女孩在这里 现在怎么不见了 正在这时 小布发现须梅子的肩头 出现了一只娃娃 但很快就消失了 并且装着饮料的杯子也空了 夜里梅慧睡着后 梦见有两男两女 四个孩子带走了阿恒 因此醒来后 他立刻去查看了阿恒的床铺 发现果然没有人 于是梅慧连忙和婶婶 一起出门去找 结果在海边找到了阿恒 然而阿恒完全不记得 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第二天 阿恒和梅慧来到了小学 又看到了那几个 捉迷藏孩子的合影 由此阿恒确认 昨晚就是他们带走了自己 紧接着 阿恒根据记忆 走到了那扇柜门前 这次柜门依然在缓缓地打开 而阿恒也想上前看个究竟 但梅慧却一把拉住了他 将他给拖走了 随后在出校门时 阿恒看见了海啸的幻象 顿时便晕倒了 不过很快 在医生的帮助下 他就醒了过来 并且医生说 只是普通的中暑而已 下午 梅慧又在海边遇见了老爷爷 并将自己目睹幽灵之事 告诉了他 闻言老爷爷向梅慧 诉说了自己 儿时玩捉迷藏的经历 原来他就是那个 负责捉的男生阿信 并且阿信这个名字的发音 和阿恒一模一样 怪不得阿恒在学校里 听到有人在叫他 随后阿信表示 这些年来 他一直都很想 见到那四个小伙伴 听了这话 梅慧问道 去世的人都会到天上去 那么在海里 溺死的亡灵呢 闻言阿信答道 人死之后 小拇指上会升起一道线 带着灵魂挥往天上 晚上阿恒等人 准备去参加 鱼栏盆结的祭典 这时脚步接到了 须梅子的电话 得知那个在泳池里 被抓脚的女生 发起了高烧 像是被诅咒了一般 所以须梅子很害怕 不想出门了 正在这时 电话里传来一针异响 妨碍了两人的通话 于是须梅子转身查看 结果发现 那个娃娃就坐在椅子上 并且他还缓缓地 转过了头 紧盯着须梅子 见状须梅子 吓得夺门而逃 然后躲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须梅子见外面并无异状 以为已经没事了 便走了出来 随之面前 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对须梅子说 找到你了 就这样须梅子也被带走了 随后在祭典上 阿恒突然看见 那四个孩子 戴着面具站在不远处 并且最大的女生 还伸出手指向了阿恒 于是阿恒立刻跟着他们走了 现状放心不下的梅慧 连忙跟了上去 过了一会儿 梅慧跟着阿恒 走进了一座灯塔 阿恒在前 梅慧在后 但等梅慧登上塔顶时 阿恒已经不见了踪影 回到家后 梅慧向小布 问起了文具店老爷爷阿信的事 没想到小布表示 阿信去年就过世了 文言梅慧是非常的震惊 过了一会儿 小布睡着后 梅慧忽然听到了阿恒的声音 好像是在说找不到 于是他一边跟着声音上了楼 一边喊着哥哥 我们快回家吧 谁知正在这时 窗外突然出现了四双手 拼命地拍打着玻璃 同时墙上也出现了几个字 梅慧你一个人回去吧 见状 梅慧是下定决心 去文具店找了阿信 然后要求阿信 叫他的幽灵朋友们 把哥哥还给自己 毕竟如今失踪了这么多人 根源都在阿信这里 文言阿信表示 自己也没办法 转身就想离去 但这时 阿信的小拇指上 突然伸起了一道线 意味着阿信将飞往天上 然而阿信并不想走 希望能继续留在这里 见状 梅慧也表示 阿信现在还不能走 于是他联盟拿出了一张手帕 包住了阿信的小拇指 遏制住了那道线 接着梅慧表示 当年玩多迷藏的人是阿信 所以现在阿恒找不到那四个孩子 只能由阿信去找 文言阿信只好与他一起前往海边 然而此时 阿信仍然在打退堂鼓 其实并不是自己不想见他们 而是当年只有自己一个人幸存 内心太过愧疚 所以这些年 他一直在等四个小伙伴来找自己 而没有主动去找他们 就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原谅自己 不久后 梅慧和阿信到达了海边 只见那所小学就在前方 而两人进入学校后 半空中飞来了几个发光的小精灵 据阿信介绍 那是大海的守护神 随后阿信高声大喊了四个小伙伴的名字 但并没有得到回应 见状阿信没了底气 又想开溜 但梅慧表示 你们在玩捉迷藏 叫了也不会回答你的 得去找才行 然而阿信却绝望地坐了下来 无法重拾勇气 所以梅慧只能独自去找 见状阿信表示 如果能找到 我就请你吃东西 文言梅慧提出 那就吃雪糕吧 听了这话 阿信有点惊讶 只吃雪糕就可以了吗 这也太简单了吧 谁知梅慧答道 当然了 反正你是幽灵 怎么可能真的请 说吧就转身 离开了 但没过多久 留在原地的阿信 便听到了小伙伴的声音 阿信快来找我们吧 于是他终于鼓起了勇气 开始寻找 随后在大海守护神的指引下 梅慧找到了其中一名男生的衣服 与此同时 阿信也跟随守护神的指引 找到了另一名男生的衣服 接着 梅慧想起了那扇缓缓打开的柜门 便和阿信一起找了过去 而那两套衣服里 也幻化出了两个男孩的躯体 随后 阿信慢慢地推开了柜门 找到了剩下的那两个女孩 其中最小的那个女孩 手上正抱着一只娃娃 此时五个小伙伴终于聚齐了 虽然他们之间隔了几十年的岁月 甚至还曾有过生与死的距离 但四人并没有怪罪阿信 而是笑着告诉他 我们一直在等你找的 随后 梅慧提出 我把阿信带来了 请把哥哥还给我 文言阿信表示 放心 失踪的人都会回来的 说吧 阿信截下了小拇指上的手帕 然后带着四个小伙伴一起消失了 这时 梅慧发现 窗外的海水里 有几个人影飘了上去 看样子像须梅子他们 见状他连忙打开的窗户游了出去 第二天 梅慧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在神身的怀里 但小布告诉他 目前还是没有找到阿恒 文言 梅慧立刻向灯塔跑去 果然在塔顶发现了阿恒 几天后 梅慧阿恒小布三人 吃着雪糕来到了海边 没想到雪糕吃完后 三人的棒子上 都有带来一只的字样 见状阿恒有点奇怪 居然三个人全都中奖了 这也太巧了吧 不过 梅慧却很清楚 因为阿信说过 要请他吃雪糕 随后 梅慧将雪糕棒扔进了海里 他表示 自己已经吃过一只了 中奖的这一只 就送给阿信吃吧 而这只雪糕棒 真的掉入了海底的幽灵小学 被少年阿信捡了起来 只见他微微一笑 将雪糕棒收好 然后与四个小伙伴挽了起来 故事到此结束 本篇作为系列电影的收官之作 创新的力度很大 不再是少男少女 进入异世界探险 也没有出现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 而是以温暖的感情 和巧妙的设计取胜 尤其是结尾非常的治愈 不过 虽然捉迷藏小伙伴之间的友情 以及梅慧和阿信的望年娇 这两者都很动人 但最让涛哥感动的是 还是梅慧对阿恒的兄妹之情 这么小的年纪 就有勇气救回了哥哥 实在令人钦佩阿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 大家晚安哟